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 我回到最後一次良知追 我們剛才在咪高峰也繼續在說女生的話題 Cherry說我以為自己已經好跳了 對 說真的因為我喝醉 所有人都見識過我會動起雙腳 上去猜十五二十的 動上去張桌子 單腳這樣做 對 就是這樣 你不要做這張桌子 我當然不會 其實這件事已經很崩潰 對 其實這件事已經是 我男朋友見到已經是想爽巴 爽燈死我 OK 為何我剛才也繼續說這個話題呢 就是因為那個女生真的很爆燈 話說之後 我去酒吧再撞到她 因為有一段時間我沒有見到 然後我就問她 你是不是還在跟誰在一起 因為她男朋友我也知道是誰 然後她說 不是啦 我沒有跟她在一起 然後我心想 咦 是不是那條仔頂不上你 那麼瘋子 所以飛了你 然後她不是 她的藉口是很搞笑的 她說 不是呀 因為我發現了她整個月不洗澡 即是不洗澡 所以她飛了去 我覺得她很骯髒 然後我心想 咦 其實你不斷打她她也未嫌你 我是這樣想 我當然沒有說錯 我心想 咦 她打你也未嫌棄你 為何你還可以說出這句 不洗澡 所以我覺得對於你打她來說是很小事 不過整個月不洗澡真的比較難受 其實我覺得不洗澡 跟被人打和有暴力傾傾向 我覺得那件事比較嚴重 話說我認識那個女生 因為她好像很小 我記得她是十八歲那些 十八十九歲 差不多 總之是舊稱 十八十九歲那些 其實她喝醉了酒 其實我都見識過 她喝大兩杯她都很大聲說話 然後就是會 你呀呀呀呀那些 她說她是那些 但是之後我回了一段工的時間 我開始看到公司的東西 開始爛爛 所以我之後才忍不住 我就問Wanky 為何公司的東西經常爛爛 很容易鬼異 不是 你明白嗎 到現在我都覺得很匪夷所思 為何可以一個女生 其實她是中等身形的女生 就是有少少肉的 長頭髮 我們就不要繼續綿水 因為 免得避免被人知道是誰 然後我就想 其實她說話 都不喝酒的時候 都思思文文 陰聲細氣 還有她打扮都很少女 我猜不到原來她會變身 你明白嗎 其實我對她的時間 就比較少 Wanky 她就比較多 我不知道原來 你最後一次見她的時候 她還是那條仔 因為其實應該是你走了之後 還有第二條仔出現 那條仔跟她一樣都是這樣跳 就是兩個人一起在公司打爛 蛤 是啊 你有沒有拿多壺劈過 好像沒有 但是 那條仔真的試過 剛剛跟她在一起 等一下 我想問問 本身 因為以我所知 那個男朋友是 第一個男朋友 我認識那個 都是一起工作的 對 第二個人是在公司工作 也是在那裡認識的 就是在那裡認識的 我們公司的適應 那些朋友和不朋友上來 就在一起工作 剛剛在一起 那時候好像說 那條仔跟那條女 就是之前那條女 還沒有分開還是不知道 是剛剛分開 那條女又上來 就是上來 又找她們兩個 又說什麼搶她的條仔 等等 這些是很好看的 很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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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那條仔就開始罵她的前男人 她是所謂的前男人 然後 那條女就哭著 其實我那時候很有空 你知道我經常坐在熱角 按電話 睡覺 那我就坐在旁邊看 看電影 很開心 之後 那條仔開始跳 就站在身上 推著那條女 那條女穿高跟鞋 她本身是 是一個X 對 掃垂桌面的杯 整個玻璃碎 好像是很男的 對 然後那條女就 站在身上 本身很強硬 就打了她兩巴 對 對 然後那條男子 就開始發電 兜東西推著那條女 那條女就扑街 幸好沒有扑落 因為整地玻璃碎 那她穿高跟鞋 她就扑在梳化上 然後那些桌子就撞開了 通常這些女生都是那些 哎呀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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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人家跌得那麼厲害 我經常跌得那麼醜 不是 她跌得很醜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通常這些 這些都是有公主病 或者那些港女性格 那些 跌得很優雅 那些 哎呀 上五塊頭地 我也是 然後還未完 那一支吵 在酒吧中間的位置 開始吵吵吵吵吵 吵到出去巴頭很空曠的位置 你應該知道 本身有兩部標機 應該很空曠 有沒有打爛下部標機 他有打標機 但打不爛 應該打不爛 那位標機 那是五塊頭前面有很多杯 他又是傻 我開始聽不懂 我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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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你不要弄到公司的東西爛了好嗎 你知不知很難訂貨 你知道公司神沒杯 然後他們不管 然後又蓋了女子幾巴 然後她開始跳 連玻璃的東西都被她打爆 然後我說算了 我去朋友做的 你叫他離開 我已經想到 她在這麼多人面前打女生 她最後跟我們認識的女生在一起 原來之後才更厲害 即是她們 你是不是家裡互相 每次喝完酒都是在我公司打架 我公司很多資源都是他們打爆 我覺得發酒癲是一個很恨真的行為 我覺得一個女生來講 女生喝醉酒發酒癲是一個超… 因為我也試過 不是我發酒癲 是我被人發酒癲 其實我覺得很難受 但我覺得那個女生是很誇張的 因為事後我見她的時候 她應該不是跟那個男生在一起 但她又應該是… 如果這樣算 其實我覺得那個女生也有少少效的成分 即是我這樣說 事後我不是很… 即是我不是那麼好意思 認識她的時候說 為甚麼你這麼考慮 我沒有理由直接跟她說 那麼考慮這件事 我又覺得是很見仁見智的 那麼有些男生真的很瘦樂 但是我又不是那麼… 如果你說要港女列點裡面的那一點 我又不是很接受這一點 因為考慮的定義有很多 可能有些女生是喜歡結識朋友 但是你結識朋友就看你怎樣結識 因為遇過太多了 這些真的太多 即是好像以前我們上班做酒吧的時候 有些推廣員是不知為何 一定要污下身跟著再這樣跟你說話 請問你想要甚麼啤酒呢 這樣 即是你會覺得很難… 完全是正確的姿勢 可能男生很瘦樂 但我女生來說我就是 你做甚麼 你不要這樣 其實我發現有些所謂的孝 即是可能你是一個男生 我是一個很孝的女生 不明白為何大家有一段距離說話 真的很好笑 是呀 好笑就好笑 不用這樣 是吧 這個也是很討厭的一個 我覺得這個比貪污虛榮更差 我不知道為何在我眼中 是很噁心的 在我眼中這個比貪污虛榮更差 我覺得是很便宜的 但是沒有辦法 你知道有些男生是很瘦樂這一點的 他們說這些叫小尿伊人嗎 他們是這樣說的 我不知道 我不認同這些 你明白嗎 我都經常說 我做節目沒有dare 我真的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想dare 他們是這樣形容的 我不明白 什麼小尿伊人 是不是瘋的 他們說他們那些叫溫柔 叫小尿伊人 OK 我覺得是不得了 我真的說不出來才可以形容 就是不得了 好像我們這些 永遠都是沒有人要的 他們的男人很喜歡 是那些笑兩笑 騙在你身上的 是嗎 因為我經常被男朋友說我太跳 其實我也不覺得有多跳 我又不會在街上打架 我又不會無緣無故跟人打架 他們經常說我會打架 但他們沒有見過我打架 但是 其實我覺得你是港女 你說你自己是港女 可能有港女成份之餘 你也偏男生頭的 是的 你也偏男生頭的 其實很搞笑 我們三個都是偏男生頭的 其實我兩位主持都是偏男生頭的 我想說這個是沒有女人的 原來是 這個節目是沒有女人的 畢竟性別就是女人 但其實我們這個沒有女人的 因為我們三個 其實性格男生頭 有些男生很喜歡 但有些人會喜歡 你剛才說我所謂的 哎呀 是呀 是呀 但我真的自問我自己的性格 我真的做不到 我不可以這樣 因為我覺得太難受了 你不可能說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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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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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因為我真的受不了 這個性格就不是你自己的性格 我覺得你做這件事出來沒意思 可能我個人比較爽朗一點 直接一點 我會很直接 我不會 不會 不要想你 我是那些 你不要要求我去做一些我不想做 或者我根本就不適合做 其實我發現很多香港的男性 不論任何的年紀都很喜歡 向身邊的朋友吹奪自己的女朋友 是很大的 如果你出到她的時候 你不是做她吹奪的東西出來的時候 她就會覺得你落她的臉 那你又對 其實我真的 以我自己為例 可能她會跟別人說 我女朋友化妝也挺漂亮的 大方得看 普通一個女生挺乖 你不能出到已經一夜見到她 嘻 點自然 你不可以的 就是要遷就她說的話 有一點是見家長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是男性的問題 也都是 我不明白為何要跟別人說到自己的女朋友 好好好 人家會說 很好啊 真的 朋友齊齊齊齊齊嗎 不通想 百安 你自己的女朋友很好 我會推銷給你3P 不通 我知道不是這些 其實我覺得男性也是有些問題 因為始終形成這個港女性格 都是有一點在乎於她的說話 這是對的 對 我覺得很黑人真 對 因為如果你不說的話 我們就不用裝作 不用裝作 不用被人說港女 不要做 你不煩我都要 糟了 我發覺我們經常都在說 其實我們自己不是港女 港女其實都不錯 然後收到樓下很多評論 其實你這個題目就是三個在維護自己 根本就是在說這些 就不要說這個題目了 再坐一次說你們男生 你這次說到女生不行 真的過分 其實男女真的有很多話要說 我想可以說了一個禮拜 Facebook開直播 一個禮拜 其實我覺得我們要公平一點 男生女生都要說一下 剛才我也有說我們港女的好處 不是同時也有說我們港女的壞處 又不是幫到盡 我覺得也不是說什麼 還有我剛才也有說一點 涼涼收兵那件事 我剛才 因為只剩下一點時間 因為我忘了說 因為很搞笑 所以我要看看我的電話 那個截圖 因為它太長了 我就在Google搜尋 搜尋了一些東西 一開始 其實娘娘 不是說有那些步兵 水兵 騎兵 那些東西 其實我不會分 我不會分 你不會分解 我真的不會分解 證明我們是港女 由方自然 為什麼我會說這件事呢 因為娘娘一定是港女的其中一個點 也是一個裂點 通常港女一定收兵 每個人都是這樣說 每個人都是娘娘 我也是這個經歷 很多人叫我娘娘 其實步兵是跟隨娘娘去哪裏 就去哪裏 水兵是科水 騎兵就是 它有兩者 騎兵是可以跟娘娘打有異波 騎兵是 因為時間剩下一點 我再說一些新的詞語 它有一個叫做山賊 山賊是可以跟娘娘上山打野戰 其實做兵也不錯 我覺得兵應該不用付出 娘娘不用付出 但是娘娘是享受 但是我覺得做兵也不錯 也益了你的男生 我們做港女 大家一起享受 然後它就說 有一個叫做奏術士 奏術士就是用毒品迷惑娘娘 之後可以打幼兒波 這個我覺得很搞笑 然後還有那些叫做參謀軍師 參謀軍師 有助幫助娘娘 去找這些水兵回來 然後就可以等娘娘 即是供奉 你明白嗎 供奉那個意思 還有一個叫做刀術士 顧名師 就是 什麼都可以跟女兒刀術士 對了 這個是一個很搞笑的 分享一點點的詞語 大哥 娘娘收兵也要選 原來現在這麼多事我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以為娘娘只是收兵 陪你逛家看戲吃飯 送東西給你那些 我不知道最怕的可以拍拍拍 我現在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老是以為兵仔只是 逛家看戲吃飯 連手都不給她 太多了 我都以為是這樣的 為什麼我會找這些 因為我不是說 我們今集說港女這個題目的 港女一定是包娘娘的 娘娘這些 我當然要找一下 其實那些觀音兵是有多少種的 然後我就在那裡找 找了很多 原來現在進化到可以拍拍拍拍 我自己也不知道 因為以前我們 剛剛開始有這個詞語 是只可以 逛家吃飯看戲和送禮物 還有課金 頂多 你不可以拖手 不可以身體接觸 其實有些衝突 有些乳病 如果有那些可以拍拍拍拍的話 即是所謂的娘娘 即是我們稱為觀音娘娘 是 他說做兵 那你會不會去尷尬觀音 難聽說的 當然不會 這是錯的 不好意思 你這個形容得很好 我真的有問題 我不知道 神聖不可侵犯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延伸到原來有這麼多 可能我比較少見識 我也不知道觀眾知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但因為我真的做搜尋的時候 那我就去Google搜尋 這件事 其實我也在想 會斬頭的 其實做港女的好處 就是可以有很多禮物 可以有很多福利 但原來做娘娘港女的時候 原來兵也有福利 對 我覺得很好 我覺得現在這樣說 做兵好過做男朋友 做兵好是做男生 對 不想喝 對 你又對 方便 快捷 對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做一隻 做兵 做兵還做兵 但問題是千萬不要做 只是只是科數 沒有著數 看能不能延伸到打友誼波 那些兵 但我覺得如果可以打友誼波 其實應該會去了另一種關係 對 所以我覺得已經不是娘娘 已經不是娘 因為娘娘是不用做的 對 就有錢可以拿 說一句就 Facebook願望詞 然後就可以有禮物 所以我覺得 這個我覺得是有點斟酌的 有點斟酌的 對 我是很不認同的 很不認同 因為很搞笑 可能找這些資料的時候 原來現在進化到這麼多的時候 究竟做港女 其實做港女也有多少好處 之餘 做兵也有多少好處 大哥 我接觸這個娘娘 我只是想親近她 那我又可以碰她 現在可以碰她 我現在可以碰她 我現在又可以碰她 對不對 我又不用只是送禮物 以前做兵也很按鈎 對嗎 真的很按鈎 很按鈎 按鈎到無論 但現在原來有這麼多先進的東西 算了 我也是舊派 我也是比較守舊 其實我們老 對 我一定不會被她碰 你剛剛說的我完全沒有聽過 我也沒有聽過 不是 我更加不會接受這些兵種 我不會接受 原來我們已經吹到時間了 好了 我們下次回來再見 拜拜 拜拜